没事就去低位要求 没事就去低位要求 你还愿意运两个球的 你能运明白吗 OK这里是乌通欢乐的深观察 就这场球现在打到目前这个阶段了 这场球赢和不赢的意义有什么吗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这场比赛不能打不出内容 你现在打这个棋手人赢了 唯一的意义就是 他可能是你就算手段的对手 你赢了以后 信心或者是样本上可能会多加一些 但是这场比赛 你有的东西呢 你本来能打出来东西哪去了 配合怎么又没有了 又开始疯狂的低位发起进攻了 就最近这些比赛还不能告诉你 低位进攻熊仙打不明白吗 你不管篮下是姿母还是波蒂斯 每一次看到内线小个的时候 确实你有体型优势 但是你是不是有点过于上头了呀 勇士国王加上今天76人 是不是你只要觉得自己内线 稍微有点对于优势 你不管是波蒂斯还是姿母 还是任何大陆 不管任何人都开始狂狂就找内线 姿母之间掉球多少回 七次失误 波蒂斯四次失误 就是波蒂斯天天逊的天天不过瘾 你一看数据当时 整个六中四像挺好的事 四次失误 而且各个失误都在追分的要紧环节 你那六中四够擦你屁股的吗 防守也防不住 没事就去低位要求 没事就去低位要求 你还愿意运两个球的 你能运明白吗 今天你冲你时间给压缩成什么样 你存活该你 字母今天其实也是有点上头了 就内线一开始低劫杀不进去 就想往里干 后边确实有哨了 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老是想从低位发起进攻 这是为什么呢 全身赖他两个应该也不是 李福斯应该有战术强调 一看到内线不先行 就想打你内线 那他内线不行 他不会多加人吗 人不会多一点吗 人多了 你怎么打他都费劲呢 包括他掏你球 掏多少球今天 就你现在不用管对手怎么样 你是不是应该打出 你自己合理的一些进攻方式 你的挡拆 你的掩护 怎么又没有了 又给压得比到45度角那边去了 很多人对现在压得 公平说他突破不如之前强了 就现在这种环境 怎么可能能强啊 内线波迪斯字母往内线一站 让压得拉去突破 怎么可能 他俩往下一站 是不是内线那么多防守人员 那他怎么可能突破进去啊 你看第四街前半段 压得突破怎么样 那么随便突破嘛 只要拉开空间 让压得从中路往前走 那有什么不能突破 有什么摔不开防守队员的呀 也不是说这个球 每个球我都需要让压得去突破 但是你说 如果打派金融局面 如果内线凿子 不是很轻松的时候 这是不是合理的选择呀 波迪斯你没有空间性 你老往来站干什么 你上外边不会吗 第二阶后半段 第三阶后半段 就开始胡乱打 吓打 春春吓打 第一节最后一分半钟 压得下了以后 被打了一个八比零 第二阶前半段 又开始被凤凰拉分 这球队现在压得一下了 没有人组织 没有人控球 全胡乱打 上场国王室 今天也是这样 胡人快船的比赛 一点看不到了 那些好东西 一点看不着了 这场过后估计啊 第一位开发进攻 李福斯可以从这个 数据篮里头 把你的这个战术板里头 把这点画掉了 或者说实在是 需要有变招 需要有对面真的 今天赶他篮下 真空比较厉害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两下 其他的 不要把它作为常规手段了 第一位开发进攻 熊路现在不可以 波迪斯 你现在替补西的作用 完全不敢康德顿 康德顿 我现在认为 他是替补西第六人 打得很好吗 最近很出色 不管他的杀框也好 外线的终结能力也好 包括他作为传统球运球 作为熊路 除了压德以外 把球分出来的第二接球点 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他甚至有时候 比贝弗利处理的要强 贝弗利拿球 就不再找压德的 就看不到压德就 所以康德顿 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特别是全民心回来以后 就越看越重要 越看怎么越顺眼 现在康德顿 还有下一个就是AJ格林 这两个人越看越顺眼 AJ格林空位把握能力 就是强 而且他更厉害的 他有一些无球跑动 他会自己跑出机会 然后重新要到球 就像昨天克尔特 巴恩斯打这种球以外 熊路没有几个人 可以有这种效果的 AJ格林 我觉得旧赛 你可以有一定的出场时间 十分钟左右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这张牌一定要好好运作 再比较好一点 就是克勒德今天 找到了一定的进攻手感 比之前要强一点的 之前老挂铃 今天中两个三分球 对吧 虽然后边在投的时候 也不中了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好的现象 最近因为伤势的原因 他终结任容 最近也是进不去了 那也无所谓 他在该发挥的时间 发挥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今天一开始 对于马克西的盯防 其实还是比较到位的 前几个回合 第一阶的时候 对吧 好几次比较好的防守 大洛今天还是跟拉德一样 有着全队最高的正负值 别说正负值这玩意没有用 拉德跟大洛一回来 稍微把这进攻 树里树里 球队一点都不乱了 打得就有章法了 这正负值没有用吗 那波迪斯在场的时候 正负值就是低啊 最后他虽然 进了几个球 稍微重要一点 但他前面那段时间 打几次啊 康多顿跟你的出场时间 是基本捆绑的 所以他被你拖累的 正负值很低 要不他今天完全正作用 就你波迪斯 天天骂你没够 所以到了赛金目前为止 这个阶段 输赢大家都可以 往边上放一放 你主要看内容打怎么样 看这些招式 是不是可持续性的 这么单打 波迪斯单打 这玩意是可持续性的吗 这玩意你什么时候打不行 你到最后打不开局面了 你既有赛 突然用这招 能不能用 也能用啊 那你现在要练这些 有什么意义啊 你得拿出一些全队都可以参与到进攻 大概每个人都能打出什么样的球 打出什么样的配合 是现在需要体现出来的东西 就比如说看的人 他天天打球 天天都能三节受比赛 确实很强 但是真正对他有用的比赛是什么 打熊路 东部你必须得碰熊路才能出去 打西部 绝进 总决赛很有可能碰到对手 然后呢 你这才机打怎么样 熊路两场一胜一负 绝进两场 两场全输 四场比赛三负一胜 那你说他对于这些比赛 他有什么参考价值吗 或者他打出了什么很强的优势吗 没有吧 所以他技术赛还是很不稳的 不是说 常国赛占线很高了 就一定要拿冠军 去年还没吃这个亏吗 对不对 现在需要练什么侧重什么 一定要注意了啊 不多说了 一场太阳 然后打开尔特人 开尔特人比赛很重要啊 之前 好好去磨练一下你的阶级攻会 如果你还是这么打 还是去强调低位 单身去凿 就去凿低位 那你开尔特人肯定还得输 咱们就记住这一点 OK 就这样 如果你说到 芒果一千三连 这是对我的最大事实 我们下周六期月 见 点个赞吧 都哥们 别忘关注我